我分享一下我自己 過去幾集你這樣說 我都知道很多同事覺得你很煩 覺得你很脾氣 覺得你很投訴 林柏熙是投訴王 我怎樣面對 我天生性格就覺得這樣算了 我當作唱歌 你投訴甚麼 根本天會收你 同事會收你 我是最後才發聲的人 如果我要火爆 其實你死了 但我覺得這性格亦幫助我很多 因為在工作上發聲真的有好處 你不要說話 說話要中 通常因為你未聽完其他人的意見 其實你說的東西未成熟 當你聽完所有的人 總會總結了說出來 其實你都在重複別人的說話 但有些人會覺得是呀 其實求生寄兩來 只是開會 你有甚麼意見 先不要發聲 先聽完大家的說話 總結完 縮短成為100個字 告訴老闆 行 有點重複 但我又真的在想 其實我已經開始類似 或者我不會直接表達我的意見 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是奸 真的說真的去想 譬如我以前很火爆 我很直接 如果你負面去看我就很火爆 甚麼都爆爆爆爆出來 但如果在正面看的話 我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我不會收拾自己 我覺得你是… 你的衣服很肉酸 很肉酸 你明天不要穿你的衣服 但我現在會遇到… 我想我又未虛偽 這件衣服很行 我未虛偽 但我不會跟你說 真的不合襯你 我不會再說 我覺得現在好像沒有了 一開始的那種直截 現在就好像變得很保護自己 那種保護是希望大家 好來好去的 我為甚麼要… 我覺得你的衣服不好看 或者有人覺得你好看 然後我又會再想多一層 你不是覺得好看 你不會穿出來 那我不會出聲 但我就多了一種… 不夠真誠的感覺 有時一兩句自己無心之失 自己很主觀的說話 真是一把很利很利的武器 你可能會令到那個人 全天都沒有信心 令到那個人可能… 你會撩到他的東西 那句說話對於他的生活 對於大家的生活 他穿錯衣服 其實對這個社會就沒有那麼影響 那不如沒說 我現在就知道 以前我不會的 我以前很適合自己 你這麼肉酸 換掉吧 你很醜樣 John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的口說得很快 其實比我的腦筋快 其實在你的犯罪中 有否一些方法可以改善 譬如大家相處 家人 有時的事情真的衝口而出 不懂得想 特別對家人 那樣的事情會傷害很多東西 有否一些方法 可以讓大家真的能夠想一想 甚至可以不說 有些很直接的方法 其實我們開會 我們現在經常會 我看對方的身體動作 閱讀一下他的動作 有一個動作 其實我們經常開會都看到 別人會做 他是不自覺地做這個動作 其實大家可以自覺地做這個動作 幫助大家說話 特別是當老闆時 先收回一些 又或者想罵 不再罵 這個動作很簡單 就是掩蓋嘴 平時你不要掩蓋嘴 但很多時候人們會怎樣 想法 其實這是一個手勢 很多時候人們開會 或做任何事情 不自覺地做這個手勢 就是他有些事情想說 他又不想說 想先聽 他又要忍著自己不說 那就要掩蓋嘴 他太適合地 其實他一直在消化你的東西 他腦裏面有些東西 反過來用 其實我就算一開始時 知道這次又要解僱 或者有個問題 或者同事和火星和地球 大家撞 你怎樣呢 一開始就準備自己 所以事前的準備很重要 當你有心理準備的時候 你就知道下面那部怎樣做 所以你發覺你不說話 是可以的 原來發覺這個關係更好 你跟某個同事一來就完蛋了 但你試過有一次不說話 他會害怕你 怕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怕你為什麼突然不出聲 明明這件事很火 其實關係會調色 而且你多用的時候 你發覺很多空間可以溝通 所以亦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們開會經常都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 但我們到最後一刻就… 撇了 撇了 他很長氣 撇了 然後每樣東西都會滑稠一點 這真是真的 其實有意見是年輕人的優點 他有表達 如果年輕人可以再提升自己 將自己的表達能力能夠調節一下 就像阿里所說 如何濃縮一百個字 如果你想有表達的話 先學表達能力 有意見和有團火是很棒的 老闆學會如何利用到 或者去處理到年輕同事的團火 如果能夠聚焦到這群人 而給予意見時 那些意見是很有創新的 他說後可能很離譜 但第一他們說他有衝勁 你不要指望他未來三年都會衝這件事 可能三個星期而已 你便準備 你要懂得如何管理這件事 而令到他們的表達能力提升 其實對公司、對老闆、對自己 或者對同事本身 其實都是很大的緊張 有限山 triangles 然後再考慮一下 創新的確認 絹簽